大家好 我是KyoKyo 等了很多個禮拜之後 這個包裹終於寄到過來了 所以我要馬上拍這條開箱片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想不想到裡面是什麼來的呢 那不如馬上讓我開箱給大家看一下 好 大家準備好了嗎 我們一起打開箱 1 2 3 看不見 啊 神經病 大家看到沒有 好累喔 神經病 神經病 就是 iPhone X 我在網上訂了 太空灰 即是黑色的那一部 256GB 好 大家準備好了 我們打開吧 經過層層的包裝盤 我們終於可以開它看它真身了 那我們一起開來看一下 是 那首先開完之後 我們就看到一份說明書 說明書就遲些先看 好 哇 是 看不見到呢 好 這裡大家看到了 這個iPhone X沒有了Home的按鈕 然後鏡頭大了 如果我拿了我的5S 給大家看就會看到 是真的大了好多的 那這個X和5S的分別 就是大家看到這個Home的按鈕 還有最喜歡後面的鏡頭 這個是雙鏡頭 所以這個只有一個 好 那我們開開那部主機之前 我們看看盒子裡面有什麼 都是那份說明書 那說明書裡面 就有一個貼紙 其實我以前那兩部iPhone 那些貼紙好像都存在 沒有用到的 但是不要緊 我們就先存在它 然後呢 就有一個 然後有 插電 然後有這個 耳機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 後面的插電 這個叫什麼 轉插 是因為大家知道 它只剩下一個位置 沒有了一個聽筒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挺不方便 因為始終我都在插電 一邊聽歌 希望我接下來可以習慣 然後有一個Earphone 是不是無線的呢 這個Earphone 是有線的 我以為它送了一個無線的Earphone給我 對 因為我看到那個無線的耳機 是要賣千多元的 那我會考慮一下 不然我還是會用這個Earphone 那大家打開之後 就看到這個耳機是轉了這個頭 跟以前那個3.5mm不同了 然後在耳機下面 再有一條原廠的充電線 那再拔開它的話 再拔開應該是無形的 好了 那看完這個包裝盒之後 我們就不如看一部主機 我們一起開這個機 這個 這個 是 開了機了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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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我開機畫面 因為我上一部機 已經是5x了 都在說3-4年前 所以我已經很久沒有見過 這個開機的畫面 那現在就讓我先開這部機看看 對 那就設定到差不多 它說需要我轉一個SIM卡 那如果大家需要開這個側邊的位置 其實它的說明書裡面就夾著那個針 所以大家要開的時候 就不用經常玩那麼辛苦 就是這個 它說明書裡面有這個 大家只要打開去裝回你的SIM卡 那你的iPhone X就可以用的了 好剛剛就在舊的機 拆了一張SIM卡出來換下去 那就到這個畫面 就是要設定你的Face ID 那現在讓我試一下 大家看著他 可以閉上去嗎 你開指示 開指示 開指示 好 好呀下一個步驟 就是設定我的iCloud 我就要一點時間 才可以下載資料 那我們就等它一會 好來到下一個步驟 就是剛剛 不知道按了很多鎖匙圈的 現在我設定了有Siri 那就要跟他 先聊一聊 先試一下 喂 Siri 喂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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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設定好了 剛剛fail了很多字 不知道是太快 還是咬字 太不清楚 好 設定了Siri 下載我日本Apps的帳號 因為我有些apps在日本下載 所以他要我再設置日本的帳號 之後現在可以從這個 iCAL還原拿我的秘訊 我們就等它 然後再開來玩一下 它已經設定好了 我們要向下 由下面向上 咦可以用face ID 我們試用face ID 可不可以開動呢 咦 已經開到了 但剛才我看到他有問我 設定密碼 所以如果你不想設定face ID 其實你可以按這個密碼 但我覺得iPhone X最好 我最想要iPhone X 而不是8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face ID 你就可以玩這個emoji 這個才是我買iPhone X真正的原因 登了大概三四個字袋 我的機器終於開了 雖然我現在的apps還在下載 但不要緊 我們看看多了什麼apps 那我就這樣看看 都發現他多了以前沒有的pages numbers key notes 然後這幾個 然後有個檔案 還有這個家居 其實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我們一起看一下 pages應該就是 就是那些白紙的 然後可以寫的 對 沒錯 寫這些nooks 那我們iPhone向上拉 剛才他教那個 一拉就可以回到主畫面 然後numbers 是什麼來的呢 哦就是Excel的Friend 好 那我們就不用看了 key note 我想應該是備忘錄 是不是呢 哦原來是powerpoint 咦 那我的備忘錄在哪裡呢 我看到了 備忘錄還在這裡 好那這些呢 都是MacBook那裡有的那些 那我就不看了 Clips是否真的是movie 嗯 OK好 開始試用 哦 哦 那跟那個相機有什麼分別 我們現在馬上開個相機看看 相機 對啦相機也有錄影的 這個我要遲些再仔細研究一下 再告訴大家 我剛剛開相機的時候 發現他多了一個人像 那就是呢 拍照的時候 會有多了一些景深 是真的有分別的 感覺呢 好像呢 你拿著單鏡拍片 那樣的 然後他這裡有自然光 還有什麼 哦有攝影拍 嗯 舞台的燈光 好了 我們找傻眼試試 好 是看不到有什麼分別的 我想相機這個呢 可以再仔細地研究一下 哦可以有黑白相 好 再演一次 哎 好 是 都不知道有什麼分別的 好 我再研究一下的時候呢 再分享給大家看 好 那拉上去 嗯 我可以再以這個家居的apps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呢 哦 我想是要 即是那些智能家居 有些智能家居 是吧 但集中家居沒有這些智能的家居 所以我們遲些 但有機會 有個機會用這個apps 好 然後 啊 怎麼可以鎖走 怎麼彈走那些apps呢 是不是再向上拉起一個空間 哎 不對啊 這個芳芳主頁 那 怎麼會apps的 咦 這樣拉不對 咦我看到了 是這麼小然後可以拉 哦 OK 然後飛走 是不是可以了 嗯 我們再按多一次看看 拉著它 嘩 好的 嘩 不行 怎麼會apps的 啊 有啦 對啦 減好 哦 那就可以閉嘴的apps 咦 跟以前不一樣 我以前可以飛走的 嗯 這個手勢的控制呢 要再練習一下 咦 我的apps已經安裝好了 好 那我的iphone開箱 希望暫時來到這裡先 那它多了很多新的功能呢 我猜我都要慢慢試一下 嗯 用幾天再看看 這樣有機會我就在instagram那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呢 我沒有什麼看到那些iphoneX使用的介紹 就是之前呢 很多 嗯 Facebook啊 或者instagram啊 有些雜誌都有介紹一下它們 新的作用方法啊 或者那些 新的機能 對啦 其實我也沒有看到 或者看了都不是很明白的 對啦 最好來說呢 我想買這個X是因為我需要一部 很大 比較容易的手機啦 因為累得30GB 就做太少了 譬如有時候拍一些日文的文化片的時候 然後它就沒有位置 然後就要我刪掉一些影片 然後或者拍一些跳舞片的時候 也是沒有位置 然後就總之就是沒有位置 那所以呢 我就決定要換256的iphone 那還有呢 它有一個emoji 是我很想很想試玩的一個新功能來的 因為舊的iphone 或者iphone8都一定做不到 所以就逼著一萬元 就要買這個iphoneX 那呢 emmoji這裡就不分享了 我們遲些有機會 在instagram那裏再發多一點 玩多一點的emmoji 那這個X 我再試用多幾天 我們有機會再在IG分享多一點啦 如果大家有什麼新功能 或者如何控制 即是如何控制一些 呃 什麼設定啊 飛走天app那些 可以大家下期留言教一下我 我都還沒有好適用的 那我們有機會再做開箱文分享啦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再見 拜拜 拜拜